来关注进球奖方面的消息 本月初在俄罗冈州售出的一张彩票赢得了13亿元的进球Powerball投奖 这名幸运儿是一名来自老挝的移民 他已经与癌症抗争了8年 俄罗冈州彩票官员周一表示 现年46岁的程赛潘领取了奖金 他是一名出生在老挝的移民 已经在波特兰居住了30多年 曾在一家航空航天公司当机械师 他上周刚刚接受了最新的一次话聊 赛潘说他买了20多张彩票全凭信心和运气 他说在开奖的几周之前 他在一张纸上写下数字 睡觉时把他放在枕头下面 他祈祷自己能中奖 并说我需要一些帮助 我还不想死 除非我先为我的家人做点什么 官员表示赛潘决定一次性领取这笔税后4.22亿元的奖金 并与他37岁的妻子和一名55岁的朋友 分享这笔奖金 赛潘说他的朋友将获得部分的奖金 因为他给了他100元用于购买彩票 在发现自己拿着中奖彩票之后 他打电话给朋友分享了这个消息 赛潘说他计划 首先在俄勒冈州为自己买一套房子 他还说中奖之后 他可能会继续买彩票 根据俄勒冈州的法律 除了少数例外之外 彩票中奖者不能保持匿名 获奖者有一年的时间来领取投奖 俄勒冈州彩票公司表示 在宣布前来领奖的人的身份之前 必须经过安全和审查程序 据俄勒冈州彩票公司称 13亿元的奖金是历史上第四大进求投奖 在美国所有的彩票当中排名第八 截止目前美国最大的彩票投奖 是在2022年在加州赢得的20.4亿元